来看到呢这个老肖肖静腾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 因为俗话说为善不遇人知 不过呢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被网友发现呢在2月5号当天一口气在基金会捐了40万行善 这捐款明信一曝光之后呢 肖静腾被网友说真的是太有爱心了 而对公益部遗余力的他也经常帮公益团体拍摄影片 他自己更是养了7只的流浪狗 一长串的捐款明信 仔细看发现捐款人统统都是同一人 而且还是军曲歌王肖静腾 光在2月5号老肖就捐款1万元 总共40笔帮助弱势儿童 被网友大赞好有爱心值得敬佩 肖静腾从出道以来都在默默行善 曾主动接触公益团体询问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甚至邀请这些公益团体来欣赏他的演唱会 而老肖本身非常爱狗 还同时收养了7只流浪狗 我真的把他们当自己想来一样 讲实话我看到他们我就开心 他们要的东西就是简单 就是一个幸福的家 就是这样真诚又有爱心的肖静腾 深深如获了粉丝的心 而说到公益默默行善的还有他 以成为人气的小S 从2001年开始 在世界展望会任养30位儿童 在台湾艺人任养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名 每个月捐助10万元 还跟姐姐大S一起开设联名账户 年捐超过200万 俗话说为善不欲人知 艺人们默默行善 就是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来关怀这个社会 回馈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这些活客奖王慕宁台北采访报道 有爱心的还有一然圣母医院 为了帮助付不起医药费的病患 这多年来有一项特殊的传统 那就是让病患写下借据 有钱再来还 但就算是之后没有来还款 院方也不会催债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将借据销毁 院方这样的善心 纯粹就是希望穷人得到最及时的医疗资源 因为圣母医院通常可以欠钱 你出院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钱 可以付无费的话 你打一张欠条就好了 然后这个欠条有钱就可以去付 如果没有钱付的话 过几年 这些矿工会记在心里面 但神父会把欠条给撕掉 以来圣母医院发挥善心救助贫困 还曾经帮助过导演吴念珍一家人 让他很感恩 特别录制一段募款影片 因为可以把爱传下去 看看卡车里面载着满满的资料 就这样被运网资源回收场 没想到打开来一看 竟然是一张张的借据 这项特殊传统原来是圣母医院的爱心 让付不起医药费的病患写下借据 有钱带来还款 但其实这些借据被存放一段时间后 就会被院方销毁 不会像还不起钱的病患追债 有些民众他并不一定说他没能力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接受补助 他觉得我有能力 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钱 多年以来圣母医院支出过许多穷苦病患 带电的医疗费用无法统计 就是因为看见社会的需要 院方自行吸收成本 就是希望这份爱能够帮助更多的穷人 记者林医生李维哲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